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周玉儿皱眉 他们俩看上去绝对没有任何深仇大恨的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 莫非纳兰宇被刺激过度脑袋坏掉了 不然的话 不该是这样啊 你怎么在这里 周玉儿在百思不得其解中 被一道低沉的声音打断了他所有的思绪 周玉儿回了回神 发现陆婷川已经在自己面前 啊 我刚好路过这里 就上来看看你 陆婷川汗手 两个人话题极少 显得特别尴尬 可周玉儿又不甘心 瞥了眼在餐桌前坐下来的纳兰宇 忍不住问道 那兰宇怎么也在这里啊 不然呢 你认为他该在哪儿 他不是老马的 情妇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陆婷川变得冷立的目光 给吓得掖了回去 改口说道 我的意思是说 你把他留在这里 老马对你岂不是很有意见 他有意见是他的事 还有 这些也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陆婷川态度冷淡 看到管家将吃的端上桌 他说道 试陪 陆婷川转身朝餐桌那边走了过去 桌上已经摆了几个清爽的小菜 还有一些点心和粥 他拉开椅子坐下来 看上去也打算吃一点 纳兰宇自顾自地吃着 陆婷川坐在旁边 也毫不影响他 或者说 对纳兰宇来说 他比空气还要透明 但是内心深处 又无法将他忽略 这辈子 纳兰宇就算是可以忘记自己 也不可能忘记这个男人吧 刚才还吃着味道不错的鸡丝粥 忽然就变得索然无味 陆婷川也自顾自地吃着 全程没有抬眼看他一眼 但是余光却不时地瞥向他那边 看他吃得还不错 陆婷川才专注自己的餐食 两个人虽然无话 但是气氛给人的感觉还算融洽 特别是看在周月儿的眼里 这样的一幕显得特别的刺眼 而且 他处在那儿显然很无趣 但他还不死心 觉得纳兰宇所谓的找哥哥 根本就是虚情假意 再或者 就是打着找哥哥的借口 想接近陆婷川 现在得知他哥哥死了 装可怜 来博得陆婷川的同情 正好如愿以偿地赖在这里 陆婷川也不知道 是哪根筋抽风了 居然还会被他迷惑住 周月儿眼底流波一转 朝餐桌那边走了过去 三少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说 陆婷川依旧是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优雅地用着餐 看他这种不温不火的态度 周月儿打心底恼火 可是面上还要装得像个乖乖女一样 羞涩地开口 上次我爸跟你提过的 就是我们俩的婚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陆婷川没想到 周月儿会在这个时候 提起这件陈年往事 说实话 周红提出来之后 他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 陆婷川正住 目光下意识地扫了眼旁边的纳兰羽 纳兰羽听到周月儿的话 也是愣证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自然 以至于 陆婷川看向他的时候 他正喝着粥 吃得津津有味 陆婷川眼底的眸色深了深 继而抽回了视线 说道 不用考虑 就按周总的意思办 周月儿惊得瞠目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真的吗 他说 这有他爸爸的意思办 也就是说 同意这门婚事了 你 你是说 你答应了 周月儿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陆婷川没有立刻就回话 放下筷子 拿起餐巾 半条丝里地擦了擦嘴角 管家 还有鸡蛋吗 纳兰宇忽然冒出一句 是对管家说的 有 麻烦你再帮我做个尖蛋 双面的 唐欣 好 马上来 管家汉手 离开之前 还不忘 去了眼桌上的路上 不免有些 同情路上 这都跟别的女人 谈婚论嫁了 纳兰小姐 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 还胃口大开 再来个尖蛋 怎么感觉 怪怪的呢 陆婷川的脸色 不知不觉 变得很难看 面上像是挂着一层霜似的 叫人不敢直视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等什么 但是这种行为 显得相当可笑 我从来也没说过不答应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吧 我怕他们 一定会很开心的 周月儿开心极了 做梦都没有想到 陆婷川会在这个时候 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迫不及待要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 告知家里人 但是在走之前 还不忘给纳兰宇 一个挑衅的眼神 就他纳兰宇 要身份没身份 要地位没地位的人 只配靠点姿色 做个情妇 想勾引他周月儿的男人 门都没有 周月儿欢天喜地地离开后 陆婷川重重地 盯了眼餐桌前的女人 起身离开了餐桌 她的动静有点大 餐椅都差点被弄倒 纳兰宇不知道谁又惹怒了她 反正她一直都是 殷勤不定的 她没去理会 但是在陆婷川离开之后 她也没有再吃了 等管家将煎好的鸡蛋 端过来时 餐桌前 一个人都没有 只留下一桌 残羹剩饭 管家愣了一下 看了看手里端着的尖蛋 又看了眼楼上 最后摇了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哪 太难以琢磨了 纳兰宇上楼之后 换了一身衣服 准备出门 管家正寻思着 要不要问她去哪 好派人送她去 但是纳兰宇先告知她 说是去一趟以前住的地方 这么一说 管家也就没有让人跟着 等纳兰宇走了 管家就将她出去的消息 汇报给了陆婷川 陆婷川心底还有气 没有理会 但是过了两分钟 又打电话给楼下港亭 让人暗中跟着纳兰宇 纳兰宇在路边 拦了一辆出租车 坐进去报了地点 她的精神还是不怎么好 坐上车之后 就一直在发呆 车子到了目的地 她也全然不知 司机师傅提醒了她三次 她才回过神来 跟司机到了生窃 付了车费下车 姐姐 希望您 jest 车费下车 接触